在人们心里,罗布泊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从高空看下来,它就像一个巨大的人耳朵,神秘的面纱吸引着无数探险者。 20世纪70年代,罗布泊彻底湖水干涸,黄沙漫天,寸草不省,荒无人烟,成为名副其实的死亡之海。 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面对的,一些人在真实的基础开始杜撰,另外一些人则开始了在虚构中的想象,制造出了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甚至,有人还炮制了一些类似于此的死亡档案。 11949年,从重庆飞敌划乌鲁木齐的一架飞机,在善善上空失踪。 1958年在罗布泊东部严格地上被发现时,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本来是向西北方向飞行,为什么转向正南,至今仍是更迷。 21950年,解放军剿匪部队一名警卫骑马冲出重围而走失。 1982年,地支队却在距离出示地点百余公里处的罗布泊南岸的洪流沟中发现它的尸体,死因不明。 31976年7月3日,新疆地矿局第一区调查大队九分队的一辆汽车,在罗布泊以北的地方,给野外运送物资时失踪。 后在善善县南沙山中找到,司机、司主、地支技术员全部渴死了。 41980年6月17日,著名科学家彭加木在罗布泊考察时失踪,国家出动了飞机、军队、警舍,花费了大量人力和财力,大规模寻找没有结果。 51990年,哈密有七人称一辆客,破小汽车去罗布泊,吉他顺哥必找水晶狂,一曲不返,年后地支队员在一斗坡三聚坐卧的干尸,汽车距死者30公里,其他四人下落不明。 61995年下,宇兰农场一职工,带领他的两个亲属,乘一辆北京吉普,去罗布泊探险而失踪,后新疆大自然旅行社探险家张宝华在距楼兰17公里处,发现两只尸体,汽车完好,水、汽油都不缺,另一个人下落不明,死因也不明。 71996年6月,中国探险家于纯顺,在罗布泊突破孤身探险中失踪,当直升级发现他的尸体时,法医坚定以死亡五天,迷路和高温,导致于纯顺遇难。 于纯顺在罗布泊不幸遇难,彭家木失踪在罗布泊东南,两地距离160公里左右,他们的遇难和失踪整整相隔16年,这给原本就扑出迷离的罗布泊, 又照上了神秘的光环,直到目前依然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这些都属于在真实基础的独撰,和在虚构中的想象,让人真假难辨,进而让罗布泊更加神秘了起来,乃至于这一区域的科考,探险,旅游无论与死亡相伴。 即便如此,至今仍有不少人喜欢来这里探索,追寻,罗布泊是一个极其神秘的无人区,也是生命禁区,也就是说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在这里都无法生存。 很多探险者的性命都被葬送在这里,因此,在此的看到风干的白骨,也就成了不足为气的。 在这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这样三支军队罗,除穿越国布泊,最终都灰飞烟灭了,但他们不是为了探险而来的。 第一支军队于1895年甘肃和黄地区萨拉族,回族的反清都真和黄起义有关,其被清军镇压失败后,1896年英立二月,刘四福带领部众从水辖,金青海省海东市乐渡区东北通破清军包围,进入柴达木盆地, 在清海部的北部地区,其部受阻于清京指令前来拦截的蒙古都河朔特步骑兵,被迫退入七连山中,后又转移至新疆罗布泊,当时,刘四福通过海北草地,柴达木盆地,转入七连山北路,来到河西走廊的安西、玉门,尊皇一带,部队还有两万余人,能占着四五千人,他本想从马昌发起进攻,取道玉门前往新疆哈密, 但这一愿望并没有现实,面对清军的围追阻击,败退至东黄南山,其实,部队战斗力锐减,仅剩四五千人,只能翻越党加和南山,进入自尔藤,在原阿尔金山西行安南罢,金九全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陷阱,在经历了野马拳与伊万拳两战后,其部中只剩下五百人左右, 最终戈壁沙漠行走了十多天,于新疆罗布波地区,一个叫双拳子的地方被围,刘四福等人被俘,随后被押往迪化处死,第二支军队与马不方有关,1949年,马家军站在流窜新疆后,曾经与当地土匪勾结,活动猖獗,未产除土匪,扫除障碍,给建立新中国奠定基础, 解放军对其进行了全面清扫,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马不方与马不清等手下,一下鼓,约有两千余人的散兵,逃进了罗布泊,这伙人在后来被一子遗人传的神乎其神,最经典的故事是这样的,1964年,在罗布泊地区,发现了有人活动的踪影,之后,解放军调动警卫部队,开始寻找这伙人,最终,一个小分队在沙漠区搜寻时, 发现两个年轻人在玩耍,但见有人过来,玩耍的年轻人便骑马逃走了,小分队追赶上去,与一些土匪相遇,并捉到了一些俘虏,经过盘查,人们才知道了这些人的来历,原来,他们曾是马不方的部下,已在这片沙漠里生活15了年,后经说服教育,这伙人投入了新中国的怀抱,我们要说的是,马不方的一些散兵,逃入罗布泊这件事是真的, 但15年之后的这个故事却是杜传的,主要有这么两个方面,就罗布泊的生态而言,这伙人早就灰飞烟灭了,不可能在那里生存15年之久,另一方面是没有官方的任何材料表明, 在1964年的罗布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第三支军队也是一支匪军,也是解放军剿北斗冠,即1950年7月,新疆敌化南山乌拉兹在叛乱,被解放军镇压,其一部哈利伯克带部分残军岳天山,穿过罗布泊减海,沿途可避大半,方才抵达铁木里克, 根据胡图碧县历史大事记1949到2010年记载,布拉兹败为原国民党警察县,金胡图碧县副县长,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坚持与人民为敌,1950年7月,他与斯迪克等匪首,在敌化金乌鲁木齐南山秘密会灭,成立了一支匪军,这支匪军其核心骨干不足百人,但匪首们却虚张声势,斯迪克任军长,布拉兹败任副军长 党级政治部长,盘踞在锦化县三道马场一带,哈利伯克是原国民党锦化县沙湾县县县长,亦受控于乌斯满,曾经指挥近千人的除匪武装,分两股进攻沙湾和乌苏,所导致处,破坏交通,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新疆和平解放后,曾和乌斯满一起公然在富康地区,发动了武装叛乱,解放军随即展开行动围剿叛匪, 这伙人中不管是过或者没有过罗伯克的,最终都在短时间内被干净彻底的消灭了,哈利伯特残军虽然穿过了罗伯克,却依然逃不过其应有的下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支最热的势力可以逃过其应该承担的后果,以上三件事,幅度转部分,都是真实的,它们都可算作罗伯克历史中的一部分, 面对马不方散兵和哈利伯特残军,我们要说的是,虎天之下,皆是王土,而这个王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完全可以赋予新的意义,正义与人民,夺不破虽说是个无人区,但依然是王的土地,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被在查鱼饭后,炒作骑起来的,所谓神秘又算得了什么呢?闻路声。 闻路声。